哈囉大家好我是葉草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前一個禮拜這個新聞在網路上鬧得轟轟烈烈 就是某個國民黨立委因為夾到手 所以被送到台大急診室 然後大家就開始炮轟他們說 為了作秀啊浪費醫療資源 醫療資源應該是要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但是呢兩三天前其實我看到一個醫界的前輩PO文說 他們這樣子送去急診室其實是情有可言的 因為這位立委他在夾傷的過程上到這個東西 知道這是什麼嗎 生命線 所以危急生命一定要馬上送去急診室 好啦先不要轉開 雖然很冷但是一夜草有些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有些時候掛急診不一定會比掛門診來得快 因為呢 進到急診的時候都一定要經過所謂的減傷分類 那減傷分類呢 則有分為復蘇急救 危急 緊急 刺警急跟非警急這五項 那如果你是被分在第四級或第五級 也就是所謂的刺警急跟非警急的情況下呢 那分別的等候時間會是60分鐘到120分鐘以上 所以呢 你掛急診你有可能要在急診室等個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以上 所以這件事情不見得會比你去掛門診來得快 那基本上呢 一定是你真的要快掛掉了以後 送到急診才會馬上有人來處理你 所以大家不要再把急診當作是門診來掛 然後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雖然是比較短的一支影片 但是還是要呼籲大家 就是拜託拜託拜託 不要把急診當作門診掛 這樣子呢 只會讓醫護人員更多的負擔 然後呢 被白眼而已 而且搞不好到時候醫護人員在幫你 輕創的時候 跟人家弄你特別大力 好啦這開玩笑 當然是不太可能啦 但是你還是會增加醫護人員的負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 那就這樣囉 掰掰